花莲简做质问幼童案。 监伟12-0通过弹劾 前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林俊佑,今年6月跑到幼稚园去质问学童,遭停职意送监院。 监伟今,4日,天以12-0的票数,通过弹劾案,将以送司法院职务法庭审理,罪宠恐遭免职或撤职处分。 图TVBS。监察委员江启文,审查委员以12票,全数通过弹劾案。 监察院以12票全数通过,弹劾前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林俊佑今年6月,她怀疑女儿在幼稚园遭霸凌,竟带助援警到幼稚园,质问小朋友。 监察委员蔡崇义,就像检察官问案一样,比较严厉口气开始问这些小孩,她是认为小孩子比较怕警察叔叔,我们认为她这个行为非常不恰当,超越检察官应有的伦理行为。 图TVBS。 监察委员江启文,她的所行所为,都玷污了检察官的荣誉跟尊严,也枪害了检察官的形象,非常严重。 前后两次行径,法务部将她停止处分,并送监察院弹劾,十二位监委无异议通过,移送司法院。 职务法庭审理。 监委表示,未来判决结果,如果是免职或撤职,会失去律师资格,有可能转任她职或罚款,申戒。 图TVBS。 监察委员蔡重义,我们比较难过的是那些幼儿,因为他们才三、四岁,不晓得能不能禁得起,这样以后的阴影,他们能不能走出来。 监委说,在判决前林俊又依然召领怨心一万六,后续处分,还是得等司法院结果出炉,只是在小朋友心中,恐怕已经留下阴影。